慧珠你為什麼說你大學畢業的工作 就是在一個詐騙集團 我其實我先說一下 我畢業的那個年代是怎麼樣年代 那個時候是其實台灣的油資很多 菸角木的時候 對雖然看不太出來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今天講的是詐騙 看不出來看不出來 一開始那個時候 我們大家都知道有一家叫紅圓 那紅圓那時候是怎麼騙 就是說他給你說你任一股是15萬 然後他一個月給你6000塊 那你想看你一個月6000塊 你一年就有7萬2 那你投15萬你拿到7萬2 你等於是有多少48% 年期48%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在那樣的背景下 那我畢業嘛 我畢業那時候我們就去找工作 那我大學是念發文系 所以沒辦法找到很好的工作 那大家就只能找 要放棄就虎大 要不然淡江 淡江 對 那就去找秘書的工作 然後那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大學畢業生 那時候才 那時候1988年嘛 大學畢業的時候 畢業生一個月大概1萬2千多塊 可是這家我去印證這家公司 他說剛開始是1萬6千 1萬6千 然後如果等到正式的時候 是1萬8或2萬 所以那時候我等於要籌出國資金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了 那因為那時候還是一個籌備的公司 那我進去的時候 雖然我不能說自己是美女 但是我那時候有一票大學生 都是還頗具資色的 就說那個時候是一個籌備公司 然後大家就是 那你會問我做什麼 其實那開始都做一些paperwork 然後那時候老闆就叫我說 每天要畫那個黃金走勢圖 所以當時我在對那個黃金 十年黃金走勢是非常清楚的 後來我們公司就成立了嘛 那你知道嗎 其實如果是騙子公司的話 他其實門面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他找了一些秘書是長得還不錯的 然後他陸續有一些業務進來 然後就是那個我們的辦公室 是在當時那個南京東路的花中花樓上 就那個時候就是我們的董事長 是跟國民黨關係很好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剪彩的時候 真的就是有高官 所以你知道嗎 騙子公司都是要找名人來背書 然後我們公司是做什麼 做什麼樣的生意 他是做其實那時候是用 其實騙子都是一樣平台都 手法都一樣 他只是平台不一樣 這是還是黃金 他就說那時候你買 你來公司買黃金 我們公司有賣黃金 從10克到1公斤都有嘛 10克也可以買 也可以買 就是他就開一個貴金屬公司 那你來買黃金 那所以其實他就是大小通吃啊 大的小的他都通吃 那你今天你來買黃金 我們比如說現在1公斤黃金 大概是120萬嘛 那我們假如說要講 我們用100萬來講好了 那他就說那我們贏貨兩氣 你來我公司買黃金 你可以把黃金報回家 那這樣子就贏貨兩氣 可是他馬上就會講說 你黃金報回家 你幹嘛 你還要去租保險箱 要花這個保險箱的費用嘛 那你放在那個床埔底下 萬一被偷怎麼辦 沒錯 對所以好 用存折 可以先存在我公司 那你不用付100萬 我就先給你80萬 你80萬來就可以了 所以你是不是現賺20% 然後你這樣存了對不對 你存了之後 你就每年他要再給你20% 對 這麼好賺 每年再給20% 對 所以你想看 那10個人 裡頭是不是9個半 都會把黃金都放在公司裡頭 那那時候我當總經理秘書嘛 那所以總經理有幾兩重 我其實觀察大概也知道 那你想他收 他拿了你 他給你20% 他要拿那個錢再去投資 他怎麼賺 他怎麼可能賺那麼多 對 不過他還是會做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也會去 他會帶我去拜訪什麼黃金雕刻家 就是說我們有藝術投資啊 然後也會 藝術投資 因為藝術那種那種獲利 你很難去講 對 就是他其實 因為我那時候跟總經理秘書 我又是坐在那個總經理辦公室 那他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其實 比如你今天來買100公斤 100公斤的黃金 其實他根本沒有 他沒有那麼多黃金 他只有可能黃金搬來搬去 存折嘛 對就是說你照來講 比如說如果你真是一個正派公司 你買1公斤 我就要有1公斤的庫存 那可是沒有啊 他就等於是吸金 等於是用黃金變相來吸金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而且那個時候台灣 其實那個普遍來講 那個大家的理財知識沒那麼高 而且沒有那麼多的管道 所以股市都衝到1萬2千多點 是是 對所以那個時候就很多 很多生意很好 所以他這一家模式很成功之後 他又弄了一家公司 第二家 第二家也是同樣的方式 擴大營業 後來就是 因為我做了半年就走了 不過後來他這個 因為這種的方式 其實遲到都會東窗事發 只是什麼時候而已 你進去的時候1萬幾 1萬8千 薪水進去1萬6千 那變成正式就2萬 2萬 然後6個月後呢 還是一樣2萬 因為我沒有做業務 我如果做業務的話就會 因為他其實付給業務很高的 佣金嘛 你知道老闆在亂搞 當然知道啊 你還這樣子還繼續做 我就是做半年就走了 而且我跟你講 騙子通常他騙財 還要騙色喔 你被騙過色 我沒有被騙過色 這是我很聰明的地方 真的我跟你講 那個騙子都會洗腦 他就一直洗腦說 因為我們有兩個祕書 那我是大祕書 還有另外一個小祕書 然後他就會說 那個總經理跟祕書 就是要一體的 這樣才不會 一體 才不會背叛 就說你就是 才不會背叛 所以你知道 他我每天就是跟他過招 因為他就會一直是跟你洗腦 後來我們有祕書 就是會就是被淪陷了 所以你知道那個環境 你就會想趕快走 所以你要記得 其實很多的騙子 到最後都會騙色啊 你怎麼知道小祕書 後來也淪陷了 因為可以感覺出來 那就是老闆跟他講話 都愛理不理的啊 就是老闆對誰講話 老闆對祕書講話 我們通常都畢恭畢敬啊 因為老闆跟我講話 那你如果這個祕書 對老闆愛理不理的 你覺得他們是什麼關係 嗯 那未必囉 後來有證實就對了 後來有出事嘛 有後來就是他因為 就是我說這種公司 他是拿後面的錢 去填前面的錢嘛 你想他付你20% 又要付業務佣金 那他又沒有去投資管道 我剛剛有講到 其實那些騙子 他們沒有什麼特殊的才能 他其實沒有很會賺錢 他就只是把錢拿進來 像我們的總經理他也不會投資 所以後來就 那時候大概襲進兩億啊 所以他們就被通 他們就逃亡嘛 那因為我的那個總經理 他是有那個日本的護照 後來他就逃到日本去 那後來過了追溯期的時候 聽說大概2005年的時候 又在日本繼續騙 可是這次騙的方式就是說 他現在不是黃金的 他現在是用外匯 他就宣稱說 他們有一套那個外匯軟體 可以精準的預測外匯的變化 那可以保證大概就是20%的獲利 對10到30%的獲利 那日本人當然就相信 那時候後來也就用同樣的手法 騙了兩億美金 兩億美金就60億台幣了 對60億台幣 後來就是當然就是日本人恐慌啊 然後當然也有介入調查 那可是只要回來那個6000萬美金 所以等於說只要回來三成 如果您まあ會有很好的 人 vet他們